午安 好久不見了 看到大家都健康 我感到很開心 今天我們請到的是黃毅迪醫師 我記得年初的時候 我在這裡也是介紹過他 當時大家都知道他是在臨近的奇美醫院 接受過完整的腎臟內科的訓練 得到專科醫師的資格之後 帶來我們親友為我們這邊的病患者做服務 那到此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們黃毅迪醫師除了醫治病人以外 他也把很多衛教的嘗試跟腎臟有關的知識 通過很多的網路上的管道 或者是記者會 藉由各位記者的審手 幫我們把這些訊息 給更多的病友知道 這是很好的事情 那今天講的主題 這個血壓其實是一個非常平易近人 我們常常在接觸的 但是我想黃毅迪醫師 不是只有跟你講癌血壓而已 他其實這血壓裡面的 跟腎臟之間的各種變化 他都會在今天盡量用口語化 要平平化的方式讓病友們知道 也希望記者朋友們能夠在會後 幫我們黃毅迪醫師的這些多做一些宣傳 如果有經濟朋友們 有腎臟或者血壓方面的問題 也歡迎到我們黃毅迪醫師的診間 只要是記者朋友介紹 我想黃毅迪醫師把他當好朋友 好好的把他治療好 這是我可以打包票的 因為黃毅迪醫師真的很讚 謝謝大家 不耽誤時間